請我們聘請在線上等我一下下 因為我們下一個題目要來討論的就是 現在實際施打疫苗的狀況 目前第9類第10類民眾 可以開始來登記施打疫苗了 昨天我們的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唐鳳 他也講了公費疫苗登記預約平台 現在開放的是50歲以上 還有18歲以上的第9類對象 要提醒您今天下午5點之前 這意願登記第一輪就會進行結算 好 意願登記你必須要先上網去 表明你有打疫苗的意願 之後你在13號到15號 才有辦法收到簡訊 然後來進行何時施打疫苗的預約 最快16號就可以開始進行接種了 好 你會問了 那在現在因為目前台灣 有AZ疫苗跟莫德納疫苗 這兩個疫苗包括別人捐贈給我們的 包括我們自己買的 總共台灣的疫苗到貨量是702.2萬 那麼剩餘的疫苗部分呢 看到是在AZ還剩下172.8萬劑 莫德納則是剩193.8萬劑 好 明顯的莫德納這樣剩下的數量 一筆是比AZ要多一些些的 但是很多人就要問了 那為什麼現在未來三週都是打AZ疫苗呢 原因是因為昨天唐鳳也說了 說前三天打的都是AZ 原因是因為之後我們的AZ疫苗的數量 確實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還特別提醒大家了 如果你在意願登記的平台沒勾選AZ的話 最近這兩天可以趕快去把那個勾勾給勾起來 這樣就能夠在前三週快一點的打到疫苗 那麼莫德納的部分 可能必須要等到第四輪之後才能接種到 好 那請教永明姐的事 現在網友還在討論的是說 這樣的說明雖然是聽起來也蠻合理的 但是呢也有人認為了 說明明現在莫德納也剩很多啊 為什麼不能選呢 為什麼一定要AZ先打 打了三個星期之後 才有可能可以打到莫德納 有人說這政府是不是等於柔性勸導 希望大家先打AZ疫苗 您怎麼看 我覺得唐鳳他們在昨天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說的不合理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連有限貨的AZ或者是莫德納 都不給大家選擇 換句話說之前在預約平台上 登記的啊 因為我相信當時他主要就是只有兩個選項 給這個第九類和第十類的人去 意願調查跟預約 他當時的兩個選項呢 就是AZ和莫德納 那也許我是不曉得實際數目 但是也許比較多數的人呢 是為了打到疫苗 他是兩樣都選的 但是你兩樣都選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說我現在你既然兩樣都選 我現在就給你打AZ 可是你不能夠說你只選莫德納的人 現在卻告訴大家說那你不能打 你必須等三個禮拜之後打完AZ再講 那我必須說如果這樣子做請問這三個禮拜 三個七次我為什麼需要去做意願登記呢 因為大家想想看前面在打比較高齡的年齡層的時候 他並沒有來問大家的意願啊 那時候老人啊 不管是這個八九十歲 第八十歲的老人 他們接到通知的時候 都是直接告訴你說你在禮拜幾 什麼時段你可以來打疫苗 那你如果會到 你趕快來告訴大家一聲 都是這種狀況啊 那你以前都是這樣子做 因為那時候只有AZ 那後來當然是因為莫德納進來 那可能很多人去施打的時候 他會直接問說那我可不可以打莫德納 所以你才需要來進行意願調查嘛 那你既然已經做了這個調查 卻又告訴大家前三七次必須要來打AZ 然後呢還要技術性的來跟大家說 你如果原先沒有勾選AZ的 要趕快去勾選 那這樣子實在很奇怪啊 因為疫苗的分配也是你政府 施打的順序也是你政府 公告哪些人能施打 什麼時程也是你政府 那何必多此一舉呢 其實這一次政府又發納稅人的工場 又去搞一個這個預約登記系統 結果又弄得這樣子怨聲載道呢 實在是很令人頭痛 我一直認為跟主張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確定 大家全民何時能夠打到疫苗 你只是要知道一個意願 然後排出一個順位的話 你這一次不只是AZ 莫德納你連可能9月份即將要進來的BNT 還有現在大家也極力希望政府趕快去採購的Novavet 甚至你未來會不會採購一點那個Johnson 不曉得 那重點是馬已經跟政府簽約的兩支國產疫苗高端跟聯亞 你應該全部都放到整個這個意願調查系統嘛 你就直接不但讓人勾選 你還應該讓人決定順位嘛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真正做到 政府每天在那邊講的說 我們打疫苗好民主喔 我們一定會尊重大家的選擇 你連基本的意見調查 都不給大家調查AZ跟莫德納以外的意願 而且你去調查了意願之後 又來告訴大家說 前三七次呢 你調查意願是假 你除了AZ你沒有別的可打 請問這個算什麼民主疫苗呢 我們算什麼有尊重大家的意願呢 其實大家注意到了 這個預約系統啊 除了在第一天 但很興奮 這個一百多萬人上去之後 後來了解到這些內提以後 去登記的人數呢 速度都奏降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明明BNT就要進來了 可是我現在如果去登記一個意願 只有AZ跟莫德納可選 特別是這次又發生了 你登記了莫德納也沒有用 你前三七次是打AZ 那你這種狀況下 你去登記了意願 他以後會不會有別的疫苗可選擇的時候 你反而會被自己的這個意願調查 混綁住了呢 甚至啊現在還可能發生說 如果這次登記這個表示意願 結果到最後沒有去打AZ的民眾 他會不會遭到未來的報復 所以這個問題呢 都是現在民眾存在腦筋裡 也感到非常憂慮跟煩惱的 我覺得政府啊 實在不可以反反覆覆 三心二意 然後一直用政治的思考 去玩弄人民的心智 怎麼會連打疫苗都在進行這麼多判斷 包含他的年齡層的分類 包含可以打到什麼疫苗 包含疫苗進來的過程 沒有一個不是充滿了政治算計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真的是夠了 打疫苗就是要控制疫情 就是要拼我們的經濟 就是要讓民眾安靜 可是連打疫苗這件事 不是很複雜的事情 卻可以被民進黨操作到 讓民進如此不安 是 今天上午呢 要非常謝謝永萍姐 來加入我們的政治討論 感謝您